老天爺都生氣了 狂風暴雨都來了 所以我就說天怒人怨 所以連老天爺都不高興 你知道嗎 昨天下午就傍晚之前 四點多的時候 你知道上海 它就封城一個多月對不對 大家不是已經 已經心裡很鬱吹 很惡劣對不對 你知道昨天上海下午 竟然出了一個大風大雨 你知道嗎 你看這個畫面 就像不像颱風 你以為是哪一個颱風 登陸上海對不對 上海耶 對啊 所以人家講說 這個是烏肉偏逢連夜雨 這個真的是印證了什麼 叫做天怒人怨 你知道嗎 這個應急救災的帳篷 被刮翻對不對 大白也被吹倒你知道嗎 在路上工作的人 全部都吹倒 而且方艙竟然還嚴重的 那個什麼漏水你知道嗎 更誇張的是 這部影片裡面 你看金山區還下起了冰雹 連冰雹都來了 那個大風大雨還冰雹 你看這個方艙醫院漏水 你知道嗎 漏成這樣 更誇張的是 還有那個畫面裡面 那個有方艙醫院 竟然整個怪風一吹來之後 整個淋浴街就被吹走 你知道嗎 那也剛好那個時候 有個男的在裡面淋浴 在淋浴間裡面洗澡 那風一吹走之後 光溜溜的趴在地上 你看 我們看到那個人你看 他不是沒事爬到馬路上 而且大家忙著拍照 起早起到一半浴室不見了 我跟你講這個是洗到一半 整個方艙淋浴間 被風給吹走你知道嗎 你去把你拿條毛巾給他蓋吧 沒人理 不是 問題是旁邊沒有人幫忙 對不對 當是每個人拿那個手機鞋 拍的速度還蠻快的 他們講就是說 未來一週上海有可能 還有大風大霧跟大雨 對不對 那接下來會不會還有其他人 就是因為這樣洗澡的時候 要小心 否則方艙如果又被吹垮了之後 真的是真的會曝光 以後上海人洗澡要穿泳衣 好啦 那如果這樣 比較安全 我們最近講說 整個上海風控的話 那個物資大家都吵著說沒東西 對不對 可是竟然現在又抓到一個 你看 這個是因為上海民眾 有人檢舉 就是有個雲南省 他像那個什麼 寶山區捐贈了一批農 那個蔬菜的農產品 總共有七千六百九十二箱 共去五十公噸 所以之前遼寧不是也有 那個蔬菜供應嗎 他們也講說全程都是用那個 冷藏車三十四小時 快快速直送對不對 可是這些東西 為什麼都沒有到老百姓的手上 現在就知道了 有人去檢舉嘛 這個就是有個社區負責人對不對 他現在收了一百九十箱 這就是一百九十箱 收到的這些這些東西對不對 他竟然沒有發給住戶 而是盜賣到另外一個社區裡面去 他盜賣還不錯 至少還有人拿到嘛對不對 最怕的就是怎樣 他到了之後賣不出去 偷偷藏起來 讓他全部腐爛掉 所以其實我們不是看到說 很多人的那個東西 全部都爛掉嘛 老百姓都沒拿到就給他們 你就覺得說這真是惡劇 這個時候發這種財 這是不是 所以上海人自己看清楚 還有你知道嗎 那個上海市委書記李強 有沒有 他前幾天在視察黃新社區的時候 他竟然被市民怒罵你知道嗎 現在變成說上海的官員 你只要到市區去視察之後 你就會發現 他們那個老百姓走到哪裡罵到哪裡 真的是老百姓他待了幾分鐘之後 他待不下去他就只能落跑 為什麼 我路去看你看 我走到 而且這個是什麼 副市長陳通有沒有 他竟然去視察之後 竟然還有個大媽就對著他當面就怒氣了 大家剛才不是看到那個字幕上 他說你看你吃的又白又胖對不對 你看我們都成啥對不對 你官員每個吃的又白又胖 你來這邊視察 你到底要視察什麼 不你也帶個伴走禮來對不對 我現在搖到要死 你什麼東西都沒帶來 你到底給了我們什麼東西對不對 後來還有其他視頻也講說 很多小區只要官員一出現的話 就對著那個樓下視察的官員 喊說救命啊 沒吃的啦 沒米沒油啦 所以變成說你現在官員是要怎樣 你一出門的時候馬上遇到就是抗議嘛 那這抗議很誇張對不對 李強不是曾經講過公開發文說 呼籲地方官員配合有沒有 那為什麼他要喊地方官員配合 其實說實在在上海這個地方 以前叫做上海幫 就是江澤民跟曾慶紅的地盤 整個官員 整個政治組織裡面是盤根挫節 你知道嗎 這些你是高官對不對 都是習近平空降過來的 可是你這些基層官員在那 假叭叭的時候他具有利益者 他怎麼肯離開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這個上海的整個官僚體系結構的話 全部都是上海幫的對不對 那我剛剛講說老百姓開始出現反抗 對不對 很有名的最近就是昆山市 那個晚上抗議民眾有沒有 開始推倒防疫鋼燒的時候 那個棚子 連旁邊有寫的 疫情防控道路封閉的那個牌子 全部被人家推倒被人家砸爛 而且那個視頻畫面裡面你看 他突然推打對不對 這是昆山 一堆人就上街開始抗議之後 有穿防護衣的那個大白有沒有 竟然落荒而逃 狼狈逃跑 因為抗議民眾太多了 越過警車開始抗議嘛 後來這個視頻到最後你看 突然間出現了現場 有很多很多的那個公安警車有沒有 就開始把這些抗議民眾給拉走了 所以這個怎樣很明顯就是為什麼 昆山他們講說三月底封城 他們現在告訴你說 我要延封到五月 整個了 你說這個地方昆山多少的 外資多少的工廠多少的 外來人口 那你如果在這個地方 封了一個多月的話 你說這些人要去什麼抓狂 你知道中國三大股市 昨天跌超過多少 超過百分之五以上 A股一天市值蒸發十七點八兆台幣 那習近平現在在幹什麼 他跑去中國人民大學 告訴你發表談話 他還講說什麼 堅持黨的領導 傳承紅色基因 紅色基因就是基因突變 你要自己比較小一點 真的中國開始基因突變 所以你說祝賀什麼 五四清零節什麼東西 我跟你講 看到這個樣子的話 中國人民我真的只是祝福你們說 你真的要自求多福